这韩叔为什么 事事都要管着我 那 这位姑娘 在为何事发愁啊 你搞这干什么 我不是小孩子 向你赔罪 浅浅 既然你不想复习考试 但是 以后我不会逼你了 那就好 干什么 你不觉得有一个人偶 特别像你吗 好像是哦 那这个呢 像谁 这 对不起啊 断了啊 没事 把腿接上就好了 这也不伤了 接不上了 都怪我 一个人偶而已 为什么这么伤心啊 你有没有想过 对于普通百姓来讲 我们是高不可判的存在 随便一句话 他人的命运就会轻易地改变 他们 就像这个女人 以前我做了一些事情 亲而易举的就决定了别人的命运 可是我从来没有问过别人的想法和心情 自从我诊出心机 方便天下名义 都说我活不过二十岁 我原来以为我就要这么客死一笑了 可未曾想到的事 可未曾想到的是 你出现了 是你为我求来龙骨 治愈心机 至此我才明白 谁的命运都不是生来就注定的 也许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 诚如我一样 你让我重新站起来 就如同武功尽失的你要赢得武士 你觉得 这可能吗 那你觉得 武功尽失的我 能赢得武士拙选吗 不知林七小姐找下官出来所为何事 你更能赢成呢 林七小姐有何吩咐 尽管说便是 何必备来如此厚礼 下官当真是 这怎么好意思呢 你听好了 我要你在无考之时 不管如何地排位对阵 只要让陈千千与我比试 三公主 这 这些银两只是定金 剩下的自然少不了你的 林奇小姐的吩咐 下官自当全力以赴 我要亲自收拾她 让她在众物魁魁之下 出仇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先听哪一个 坏的吧 让我听听还有什么事能够更坏 听闻林奇买通了武士官 要亲自与你一决高下 都到这份上 还能有好的 好消息是 我能让你赢 三公主 三公主 我们主的今日着实不方便 你都说两句话 就说两句 张姐 三公主请回吧 郡主交代了 最近不想见你 张姐 我今天就是来想问问你 是不是只要我赢得了 少神主着考的武士 你就答应我做复健 答应我重新世界站起来 公主别为男小的了 郡主就不会见你了 张姐 张姐 那你不说话 我就当作是你默认了 我告诉你 我一定可以赢得武士的 到时候你不要耍赖不认账啊 到底是谁在耍赖啊 张姐 不管有什么困难 我都会做到的